你听说过大声庄吗 一个17岁的少年被封在水泥庄中长达4年 经过事故鉴定 法医发现此人死于活埋 也就是说 有人趁水泥庄正在交换的时候 将这个17岁的少年推了下去 工地上有人传言是大声庄 传说大声庄是老祖宗鲁班提出来的 古人认为在冻土时会破坏该地风水触怒鬼神 所以要用活人献祭 以确保工程顺利 后来这种邪恶的习俗一直延续了下来 变成一种秘传建筑方术 建桥险会活捉一对同男同女 将他们分别活埋在桥头桥尾的桥墩之内 这样既能保证攻击平安 还会使这两个小孩成为这座桥的守护神 2006年初 香港和文田公主到一个水务署水管工程地盘 发现了至少欺负儿童的骸骨 由于很少有分地会这样集体埋葬有童 所以民间有传 却是昔日大声装埋葬的儿童 法医不信邪开始彻底调查整个工地 发现果然有蹊跷 被活埋的少年叫李长生 是个傻子 四年前在工地上失踪了 当时工地老板只给了李长生父母 一万多块钱的补偿 而他们竟愿意和解 到底是因为这对父母老实巴交不懂维权 还是另有隐情呢 随着调查深入 华医接到一个神秘人的电话 此人自称是李长生的工友 在四年前 李长生失踪了那个夜晚 他表示自己看到李长生的父母出现在工地 而且李长生失踪不久 他父母就盖起了新房 经济条件大大改善 到了这里 就不得不产生一个令人头皮发麻的推测 李长生的父母 当年是不是伙同工地一起 将李长生打了声装呢 这个让人细思极恐的故事 选自一本由真实故事改编的法医破案小说 《非自然死亡,我的法医笔记》 作者刘晓辉 毕业于南方医科大学法医专业 如今在北方某市从事法医工作超过15年 解剖尸体超过800句 书里的所有案件都改编自他的亲身经历